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因为王文教老先生的离去而被刷屏 由此见得这位老教练是深受羽毛球界的各位同行 羽毛球人的尊重和纪念 当然王教练也带过我 不管之前我是在福建这训练还是在厦美这训练 你几乎都可以时不时的看到这位老教练的身影 穿梭在羽毛球场上 可以这么说 他是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献给了羽毛球 当然他的一生也是非常硬核的 非常传奇 当国家队总教练的期间 10多汤姆斯杯 14多游国杯 累计获得18枚奥运奖牌 最早一批的国家队的优秀的选手 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他的弟子 就是因为有王教练的出现 中国羽毛球才能在全世界大放光彩 并且他还获得了世界羽联终身成就奖 2019年被授予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 从头到尾他就是中国羽毛球队舰队以来的最大功臣 这一点不用反驳 可能他的故事你们都没有听过 但是我的教练有跟我们讲过 为什么广东福建这种沿海的早期羽毛球的发展 他们是最厉害的 就是因为最早一批归国的华侨 从东南亚把羽毛球先进的技术带到国内来 就是由王文教教练这样的一批人给带回来的 并且他们这一批华侨回来的时候 他们在印尼已经是呼风唤雨 家喻户晓的超级superstar了 他们是放弃了之前所有的一切 一心为国回到我们的祖国 并且你还要跟印尼去签订 永远不得回印尼的这种条约 可以这么讲 就是为了羽毛球付出一切 而且这帮人第一批回来之后 那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是百废戴心啊 要啥没啥 教练训练场地训练器材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把最好的当时的技术理念 搭建出了中国最初的一帮国家羽毛球队 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教练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但是他带给我们的羽毛球的这种精神 这种传承将会在我们这些后辈心里 永远都不会磨灭 这个精神就跟我们底信的精神是一样的 因为底信也是阿拉伯融解树 也是种子的意思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将王老先生 这种精神传递至全世界 而我们后辈和全体的羽毛球人 也会像种子一样 不怕困难 不怕辛苦 一代一代的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 将您带回来的这种意志 发扬到全世界 一路走好 王教练